各位观众午安,我是林佳玄,欢迎收看中天1100的五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吃的安全 在副卫乡还有大桶油的油品出包之后 台中市卫生局查出在福茂旗下生产的六个品项的橄榄油 还标榜说是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进口的 结果呢,检验结果其实是大桶橄榄油跟西班牙橄榄油的调和油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现场马上把情况交给记者林佳文来告诉我们 佳文 是传众检调以及卫生局漏业机查了福茂油厂 发现它有六款是标榜了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纯的百分之百橄榄油 但是却是混合油,其中有两款甚至加了大桶的黑心橄榄油 而且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 那么这也是继大桶以及副卫乡之后 福茂油厂也出包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卫生局的说法 那两款的橄榄油的部分是有用大桶藏肌百分之五十 那其他五十是芥花籽油 那另外一款橄榄油是四十 又有加的所谓的葵花籽油 还有芥花油 问他说你这个都存的橄榄油吗 他就说季节啦 什么种类不一样啊 就检查不一样啊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你西班牙进来的那个检查的值 为什么你在原料 我们有抽的原料为什么都会不一样 他就就一直就一直不讲实话 那么目前福茂已经被开罚了一千五百万 这当中包括了有六项产品产一件一罚一件两百万 也就是一千两百万 那么福茂油厂因为在检查的时候态度不佳 而且一直规避保证这个油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被查出来却是加了大桶的黑心油 再加罚三百万 目前已经被开罚了一千五百万 那么卫福部之前在调查的时候 福茂油厂甚至是签了切结书 保证油没有问题 但是却被卫生局来警印出来 其实都是混合油 而且有两款加了大桶的橄榄油 而且这个混合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 所以也涉嫌了诈欺取材罪 那么目前有问题的六款油 其中有两款包括了福茂的汉式橄榄油 以及福茂的汉式原味橄榄油 都是加了大桶的黑心油 那么其中这个汉式橄榄油 有百分之五十是大桶的黑心橄榄油 那百分之五十是芥花油 也就是说这一款油 其实连一滴橄榄油都没有 那么福茂之前还出面来澄清 他们其实完全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也澄清说没有替大桶来代工油 但是这一次却被卫生局检查出来 有六款都是混合油 那么其中有两款甚至加了大桶的黑心油 不攻自破 我们现场为掌握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Pone Edge波 好 谢谢借问的现场连线 那么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福茂所出品的橄榄油 竟然是橄榄油中没有橄榄 太夸张 那么现在检方已经介入调查 就是橄榄油 非常好的 橄榄油